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们 早上平安 赞美我们的耶稣是喜乐的 耶稣手上的钉痕 彰显着祂十字架上的爱 唯有耶稣才能够挪开大山 唯有耶稣才能够使大海有路出来 Amen 我们要宣告 虽然道路继续 和他先走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太之重当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 大山为我拦开 大海有路出来 我要大山寻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受伤的钉痕 彰显着祂 我要大山寻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是的 我要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是的 我要宣告耶稣 彰显着祂 Amen 你受伤的钉痕 彰显着祂 彰显着祂 你受伤的钉痕 彰显着祂 彰显着祂的爱 我要大山寻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Aleluia 我要宣告耶稣 一直都在 耶稣的话让我明白 祂爱我永不敢改 Amen 你保守我的心怀 你保守我的心怀 请我你拳手 不满开 大山为我拦开 大海有路出来 我要大山寻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Amen 你受伤的钉痕 彰显着祂的爱 我要大山寻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我要大山寻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我要大山寻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Amen 我们相信耶稣 神的使命们 让我们一起来聚聚在一起来 赞美我们的神 喜乐的河流涌入在我们当中 Amen 神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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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取经 神的使命 合理取经 神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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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湖在这里 荣耀彰显 请留神经将显义 天上国土降临在这里 天上国土降临在我们当中 神的使命在这里 赞变神了没 一起来好不好 神力之名 合一聚集 可切其他 迎接你 天要敞开 神力到窗边 因为我们靠谱 寻求你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湖在这里 荣耀彰显 请留神经将显明 天上国土降临在这里 荣耀彰显 请留神经将显明 欣赞珠彰显 请留神经将显明 祿祭大的避 disgusting 在这里 在这里 着地 市静一夹 在这里 让祿土降临在这里 仙 suction heart 请留神经将显明 天上活物降临在这里 荣耀 荣耀彰显奇妙神即将显明 天上活物降临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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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们的拯救 祢是我们的唯一 是我们的帮助 让我们来宣告 祢是我们的唯一 天上活物降临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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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们的天上活物降临在这里 天上活物降临在这里 天上活物降临在这里 耶稣 光风暴雨阶暗中 你一人一步离开 你是我的我 我为你最爱 我最爱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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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风暴雨阶暗中 你一人一步离开 你是我的我 我为你最爱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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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风暴雨阶暗中 你的恩典不离开 你是我的我 我为你最爱 光风暴雨阶暗中 你的恩典不离开 你是我的我 我为你最爱 你是我的我 你最爱 你最爱 你是我的我 你最爱 你最爱 十个每个早晨 我有多要来向耶稣澄明我的心 早晨我睁开眼睛 渴望聆听你声音 心中只想你的好 更多与你来亲戚 月花我仍要歌唱 向你赞迷我心意 请把我成一首歌 当然要唱给你听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旷野到高山 心爱主我要承受你美名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止心 心爱主一声紧紧跟随你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旷野到高山 我爱永不止心 心爱主我要承受你美名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止心 心爱主一声紧紧跟随你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止心 心爱主一声紧紧跟随你 你爱永不止心 你的命 我的求 我的求 我爱你 我要承受 你的爱 我的求 我的求 我爱你 我要托你的爱无知情 我的主我爱你 我要托你的爱无知情 是的主你的爱是美好的 你的爱是无止境的 每早晨我们都要称颂你 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我们的颜色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旷野到高山 请爱主我要承受你美名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止息 请爱主一生静静跟随你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旷野到高山 请爱主我要承受你美名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止息 请爱主一生静静静跟随你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旷野到高山 你爱永不止息 请爱主我要承受你美名 我们一生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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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生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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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教会的线上聚会 我们真的很喜乐 可以在线上聚会看到你 尤其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 神要祝福你 我们真的很相信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都要宣告你所在的地方 你将会成为那里的祝福 圣经的话也说 凡两三人奉主的名聚集 神的同在就在那里 我们相信 无论你现在在哪里 神的灵要大大的充满你 因为我们的神 要向你吹新的气息 说新的话 让我们与神 和我们的属灵大家庭 一起经历神的美好 接下来我们邀请你 和我们一起宣读口号 持守真理 依靠圣灵 爱如家人 心力大能 为主发光 见证复兴 首是地上得祝福 天上得奖赏 阿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 本周的报告 亲爱的慧众 你已预备好参与教会的聚会吗 实体聚会即将在12月6日开始 英语聚会在早上9点 而华语聚会为早上11点15分 小组的主人们 我们有好消息带给你 我们特别安排在12月份 让你所属的小组区域 根据所安排的时间表 让各期轮流优先预订入场券 请楼栏我们的网站 以获知更多有关预订入场券的详情 鼓励大家 主日聚会开始前 一起同心上线带到 时间是主日早上7点至8点 乘到会议ID 631-622-717 呼吁所有不属于任何小组的弟兄姐妹 今天就通过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填写资料以加入一个关爱小组 通过小组得着关怀 彼此共勉 与教会其不共敬 你也可以利用手机 把你的名字WhatsApp简讯之以下号码 8442-8040 报名参与 欢迎大家通过Zoom参与 健胜成印赞美操 跟着带操的老师们一起在线跳操 让身心灵更加健壮兴盛 在线跳操的时间将在每逢星期六早上 8点30分至9点15分 请加入帐号896-1017-2711 如果目前你还未属于任何小组 你可以利用手机把你的名字WhatsApp简讯至以下的号码 8442-8040 以获知教会的任何更新通告 甘心乐意的奉献 以作为对主的感恩和敬拜 如果你刚加入我们 且愿意资助神的事工 请邮览我们的网站 lighthouse.org.sg.gif 或拨打9828-2060 与我们联系 谢谢你 忠诚的奉献 现在让我们一起为奉献向神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当你在十字架上流血 献上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你向我们显明了奉献的意义 我们甘心乐意 尽自己的力量来奉献 求主你来悦纳 为你的圣功所使用 扩大主你的国度 主耶稣 请悦纳我们的板上 奉主耶稣尊贵荣耀的名求 Amen 现在让我们聆听神 在这周末所要传达的信息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欢迎田城田牧师 为我们做今天的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今天又在网上和大家见面了 还有两周 就是十二月的开始 我们将会迎来期盼已久的实体聚会 明年一月 所有的小组也将开始恢复小组的团契 期待了九个月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我们属灵的家了 你兴奋吗 我是非常兴奋 非常期待 期待着弟兄姐妹们的团圆 期待着大家的欢声笑语 期待着神继续要在我们当中 做新的事情 这几天我也和几位不同教会的牧者交流 他们有的在新加坡牧会 有的在吉隆坡 有的在新山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教会都在不同的程度上 恢复了聚会 我就想和各位牧者一起吸取一些教会开放的经验 和他们的交流当中 我发现教会们都面临着一样的挑战 那就是绝大多数爱主的弟兄姐妹们 都期盼着疫情早日过去 回到教会 回到小组里 继续我们的信仰生活 但是总有一小部分的弟兄姐妹 他们习惯了在家里的敬拜 在网上的敬拜 网上的小组 给了各种理由不要回来 可能他们说 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我害怕 或者说 已经习惯了在家里的聚会 都是一样的等等 我相信 这种情况将会是很多教会的挑战 加上在新加坡 至少现在 政府只准许教会里 一百个人的聚会 小组里也最多五个人 剩下的人还是需要在网上参加聚会 看样子离教会完全的恢复 可能还要蛮长的一段日子 但是在这里 我必须鼓励弟兄姐妹们 我们需要回到教会 回到小组 哪怕轮流回来 网络不能代表真实的教会生活 除非无法聚会 没有办法 一旦有机会回来 我们需要回到真实的世界当中 因为基督徒的信仰操练 除了敬拜和听道非常重要以外 团契生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线上聚会可以敬拜可以听道 但是线上团契交流就不太真实 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真实的世界当中 需要回到真实的教会当中 前两天我在整理我手机里的照片 特别我看到了2018年2019年的很多照片 让我感慨万分 我看到了在印尼丹中冰囊教会的建堂 那绝对是我们值得骄傲的时刻 我们中文聚会终于生出了第一个宝宝来 我看到灵火送在夜的特会 弟兄姐妹们被圣灵充满 神的大能如此运行 我看到蒙古乌兰巴托的宣教 第一次我们走去那么远的地方 在零下十多度的气温之下 敬拜我们的神 服侍那片土地 我看到我们的福音会战和我们的生命树 好多人在那三个月 密集的祷告和救恩的呼召之下 进入了神的国度 看到这些辉煌的过去 让我不禁感动 还让我非常感慨 再看看现在疫情过后 教会好像被打得七零八散 不知何时我们才能一千多人欢聚一堂 何时才能一起带队出国宣教 何时才能吃喝团契 谈笑风声 想到这里 不免非常伤感 那天晚上 在我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感动我 让我看到一段经文 很受鼓励 很受安慰 今天我就要把这段从圣灵而来的信息传递给大家 相信神的话疑也必能给你带来盼望和希望 这段圣经在哈盖书二章第六节 哈盖书二章第六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过不多时 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 沧海与汉地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 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这地方 我必赐平安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很多人知道 我的兴趣是研究耶路撒冷 圣地考古和犹太人的历史文化 这段圣经对我来说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这段圣经的背景是这样 在主前586年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二世 毁掉了以色列人的圣殿 就是第一圣殿 以色列人被掳去巴比伦 开始了痛苦的流亡生活 长话短说 波斯帝国打败了巴比伦 波斯王准许尼西米 回去耶路撒冷 重建圣殿 后来陆陆续续 大概五万人 回去耶路撒冷 定居生活 重新建立圣殿 重新开始 他们的敬拜和信仰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 耶路撒冷和圣殿 已经荒废了七十年 满目苍蝇 百废待兴 要想重新建立 破碎的家园 和毁掉的圣殿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加上建殿的工程 又受到敌人的阻挠 这些人就是他们 被掳去巴比伦之后 从别的地方迁移 住在巴比 住在耶路撒冷的外邦人 因为他们怕犹太人 建圣殿成功 回国的人会越来越多 必定成为他们的威胁 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 阻挠犹太人的重建圣殿 让当时的领袖 索罗巴勃等人 非常灰心 但是十六十七年后 先知哈盖得到神的信息 鼓励以色列人 不可松懈 重建圣殿的工作 乃至神所喜悦的 并且宣告 神必与百姓们同在 重建工程必然成功 于是领袖和百姓们 都愤然兴起 同心重建了圣殿 在回归这七个月后的 第二年的二月 索罗巴勃开始重建 耶和华的殿 直到建成为止 我们看以色拉纪三章第八节 以色拉纪三章第八节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 第二年二月 撒拉帖的儿子索罗巴勃 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 就是祭司 立位人并一切被掳回归 耶路撒冷的人都新工建造 又派立位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里建造 耶和华殿的工作 我们再看一段 以色拉纪三章第十节 三章第十节 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祭司截穿礼服吹号 亚萨的子孙 立位人敲驳 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立 都站着赞美耶和华 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 耶和华说 他本为善 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纵民大声呼喊 因耶和华的根基已经立定 然而 有许多祭司 立位人 组长 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 便大声哭号 也有许多人 大声欢呼 这里我们看到 当建圣殿根基的时候 祭司们按照大卫王所定的律例 站在那里赞美耶和华 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然而 有许多祭司 立位人 组长 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 便大声哭号 也有许多人 大声欢呼 为什么这些见过旧殿殿的老人们 大声的哭号 不是他们感动的哭号 终于圣殿要重建了 根基开始立定了 而是他们看到 索罗巴伯又建的那个寒酸的小圣殿 又回想起 曾经索罗门聚集天下财富 所建的旧圣殿 感慨而痛哭 我相信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要经历的 回想起过去两年 我们中文聚会蓬勃发展 每周一千三四百 为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 我们的宣教和服事触及海内外 但是今年新冠疫情一来 好像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散了 都看不见了 下个月实体聚会 也最多只有一百人 小组聚会也最多有五人 我自己想想我都很想像那些 借过圣殿的老人一样 嚎啕大哭 是不是很像现在的情景 所以我就知道 为什么那天圣灵要借着这段 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历史 来鼓励我 不要放弃 我们的圣殿 就是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小组 都是神的殿 神的家也将会重建 不仅重建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 阿们吗 今天三点和你分享 神要让我们参与着荣耀的重建工作 你会看到神各样的工作 将在我们当中完成 就好像以色列人 重建他们的圣殿一样 第一点 神的大能震动天地 神的大能震动天地 哈盖书二章第六节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过不多时 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 沧海于汉地 在圣殿从建之前 在索罗巴伯他们 失去盼望的时候 先知哈盖释放了神的信息 万君之耶和华说 过不多时 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 沧海于汉地 为什么在这里 神说我会再一次 有再一次 就肯定有第一次 那第一次又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 领受律法 真正的震动天地 也是那个时候 奠定了以色列人 纯正的信仰基础 我们看 希伯来书十二章 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 我不但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 都要挪去 是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所以我们既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希伯来书这段经文 所指的 基督的再次来到的时候 他设立了一个 不能震动的国 那时 他所要显现的荣耀 远远要比神借着摩西 宣布律法的时候 大的很多很多倍 我相信 这段经文 也是有强烈的先知性 以色列人的圣殿 是用洁白的石灰岩 黄金来打造 荣耀无比 但是这些荣耀 都是表面的装饰 表面的奢华 并不是真的 神所期望的 他所要看到的 神要的不是豪华的教堂 不是要的是伟大的圣殿 乃是他的子民 心灵诚实的敬拜 如果我们全心归向耶和华 他的烈火就会大大的 在我们当中燃烧 他必会彰显 他的荣耀 必然用他的大能 震动天地 震动沧海 震动汉地 我个人对这段经文 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去年在蒙古 我记得很清楚 在我们要举办 医治特会的前一天晚上 我问和我们合作的蒙古的牧师 明天晚上大概能来多少人 他说 其实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宣传 只是口头上报告了一下 最多可能一百人 他也没有什么一个确定的数字 结果那天晚上 四百多人出席我们的特会 很多神迹奇事发生 那位牧师非常兴奋地告诉我说 他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规模的聚会了 第二天 我们要分队去不同的地方服事 在预备我们团队成岛的时候 神就给了我这句经文 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就把这个信息 释放给了我们的宣教团队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过不多时 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 沧海与汉地 昨天晚上的聚会 神已经震动了这片土地 今天他会再一次震动 果不其然 那天神的灵也大大充满了 我们服事的每一个地方 让我们见证了 他的能力和同在 各位兄弟姐妹们 我相信 神在2020年 借着疫情震动了列国 震动了很多的教会 也让我们有时间 真正可以静下来 思考我们和他的关系 思考我们到底要为 神的国度做什么 贡献什么 我相信 很快 教会恢复之后 神会再一次做震动的工作 这次不是用疫情 而是当我们再一次 同心的聚集 再一次同心敬拜 再一次同心高举 他的名的时候 他的烈火就要降下 他的大能就要彰显 全地将要再一次震动 我们要带着一个期待的心 渴慕的心 单纯的心 去等待他的大能 震动列国 第二点 神的大能 恢复资源 神的大能 恢复资源 哈盖书 二章第七节 继续告我们说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 必都运来 或作万国所羡慕的 必来到 我就是这殿 满了荣耀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这段圣经 是唯一的一段经文 提到了重建圣殿的时候的经费的来源 你要知道 我们的神做事很有意思 他通常只让你去做 却不告诉你钱从哪里来 譬如神让你去建一间孤儿院 或者去做一个特别的项目 他只告诉你 你去做 很少的时候 他先给你几十万美金 然后再让你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钱从哪里来 钱从哪里来 没钱寸步难行 但是神让我们顺服他的道路 顺服他的旨意 钱对神不是问题 他的工作 他自然会供应 会预备 这段经文 虽然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 处境非常的穷困 但是神要告诉他们 不需要担心 金子银子全是神的 全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 他的百姓是否为神的殿发热心 是否愿意用信心来仰望神 这才是神所看重的 如果神的百姓知道相信神的供应 知道金子是他的 银子也是他的 能力是他的 荣耀是他的 我们只需要为神的国度大发热心 为神的教会贡献力量 其他的神自然会照看 神会让我们看到他恢复的工作 金子是他的 银子是他的 万国的珍宝都会依着神的名 而再次的汇聚在耶路撒冷 圣殿也必然被重建 各位弟兄姐妹们 现在神要让我们重建 在疫情当中被破坏 被破损的教会和团体 只要我们好像索罗巴伯带领的以色列人 为神的国度大发热心 为神的教会贡献力量 心在神那里 你就会看到神恢复工作的完成 金子是他的 银子是他的 神迹是他的 资源也是他的 只要我们愿意被他使用 成为他使用的器皿 还有什么不能完成的呢 回到神的店 恢复神的店 我们的心态非常重要 是否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将影响我们 未来建圣殿重建的效果 将会影响未来我们教会成长的轨迹 回到教会 有些人可能感觉 哎呀又要回来了 又要服侍了 又要做工了 如果你这样想 今天我要告诉你 很多人不明白 不明白 什么是工作 什么是侍奉 神的店要的不是工作的工人 他要的是侍奉他的立位人祭司 就约有很多立位的祭司 做圣殿的工作 他们每天杀牛 宰羊 我相信一定很枯燥乏味 也不卫生 那你说他们是为神做工 还是在侍奉神 这就要看服侍者的心态 心态非常重要 如果你做得很烦躁 那就是工作 如果你做得很快乐 那就是侍奉 在人的面前做的 那就是工作 在神的面前做的 那就是侍奉 随随便便做做的 就是工作 认认真真 神圣地做的 就是侍奉 工作和侍奉 看起来好像一样 但是心态大为不同 在我们重新建立 我们教会的时候 要调整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也求神 检查我们的心 这一次 我们认真地建造 未来的教会 才能更结实 未来的店 才能更荣耀神的名 我听过一个故事 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人 聘请了两位石匠 修整围墙 年轻的石匠 他气得非常快 不到一天 就把一面墙垒好 心里非常得意 就走到老石匠的面前 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用那些 大石头气 石头越大 做工做得越快 这样你做完了 很快就能拿到工钱 老人看了一些 年轻人的石墙 层层叠叠 很多大石块 凹凸不平 很不平整 他就说 气墙要用小石块 一块一块的气 才结实 才能支撑住 那些大的石头 如果你贪图容易 速度快 而撤去这些小石块 大石块就没有支撑 不久就会垮掉 结果当天晚上 天降暴雨 大石块气的墙 完完全全的垮掉 只有那些小石块 形成的墙还在那里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不要贪图容易 贪图表面的功夫 特别是我们现在 要回去教会 我们要重建他的店 重建他的家 重建他的教会 我们更要提醒自己 从根本做起 从心出发 调整我们对神服侍的心 努力建造 我们将会看到 神恢复的工作 第三点 神的大能荣耀显现 神的大能荣耀显现 哈盖书二章第九节 这店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这个地方 我必赐平安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圣殿重建的时候 神的大能要重新的震动 他的大能要做 恢复资源的工作 然后你将会见证 他的荣耀再次的显现 经文说 这点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这句经文 其实是一句 拥有预言性质的经文 所罗门的圣殿 无比的豪华 所罗巴伯的圣殿 又如此的寒酸 就算后来 大叙利王扩建了圣殿 在规模上 比所罗门的圣殿还要大 但是黄金的使用和豪华程度 跟所罗门的都比不了 希利王的第二圣殿 又在主后七十年 被罗马人毁掉 好像这个预言落空了 哪里有什么 这殿后来的荣耀 大过先前的 这句哈盖的预言 指的是新约的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才是未来荣耀的殿 在耶稣基督的形象里 在祂的身上 我们能够看到神荣耀的彰显 我们的教会不是人的教会 不是哪一个牧师的教会 不是哪一个领袖的教会 而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 教会也是建立在 基督的应许和信仰之上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教会 也充满了基督的能力和荣耀 阿们吗 我相信下个月开始 神在呼召我们 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季节 就是我们要亲身参与 神殿的重建 神家的重建 神的教会的重建 过去的荣耀已经成为历史 现今我们要建造的殿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 我再说一遍 下个月开始 神要呼召我们 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季节 做好准备 我们要亲身参与神殿的重建 神家的重建 神教会的重建 过去的荣耀已经是历史 不要再看现今我们要建造的殿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 这家后来的爱 必大过先前的 这教会后来的能力 必大过先前的 阿们 相信你就大声说阿们 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 以色列人给耶和华建圣殿的原因是什么 神不需要住在人手造的殿里 并不是说神需要一个地方居住 而是圣殿乃是为了荣耀神的名 高举神的名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 万物赐给万人 神不需要我们提供住所 不需要我们侍奉他 我们所做的乃是荣耀神 既然荣耀神 我们就要回到他的殿 回到他的家 回到他的教会 回到他的小组来重修祭坛 重新点燃祭坛的火 没有祭坛 没有祭坛的火 我们更不用提建什么神的殿 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和敬拜 就开始建立神的宝座 祭坛的火 就开始重新的点燃 越来越多的人 会慢慢的被烧到 这九个月 冷却了的 懒散了的 失望了的 灰心了的 也会被我们再次点燃 也会被带回神的道路 和神的旨意当中 所以圣经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停止聚会 是非常重要的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 告诉我们说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有人说 牧师 我没有停止啊 我一直有参加网上聚会 网上小组 不可以吗 你说网上聚会 不算聚会吗 我不能说 网上聚会不算聚会 也不能说 肯定算是这句经文 所讲的聚会 因为希伯来书作者 写这段经文的时候 肯定没有网上聚会 但是我知道 这聚会所指的 肯定是实体的聚会 肯定是有交通的聚会 肯定是有团契的聚会 因为在肢体里的团契交通 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 肯定有人可能不太同意 我的想法 牧师在家里聚会 不是一样的吗 在租母里 小组不是一样的吗 神不是哪里都有的吗 无处不在的吗 圣灵不是无处都在的吗 为什么一定要坐车几个小时 去到教会来敬拜神 现在我们在家里多舒服 可以喝着咖啡 躺在沙发上 慢慢地听你讲道 我一定要回去教会吗 如果你这样想 以后你回去天家之后 你记得帮我问问伊斯拉 问问哈盖 你们干嘛 一定要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在巴比伦敬拜不就好了吗 在巴比伦建一个圣殿不可以吗 神不是无处不在的神 干嘛要那么麻烦 事实上圣殿的重建 坚定了以色列人的信仰 团结了以色列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也让神得了荣耀 同样我们回到教会 我们回到小祖 也是为了荣耀神 钉死老我 治死肉体的懒散 相信我们的合一和敬拜 也会让教会早日恢复元气 另外还有一点 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我们不回来教会 不但会影响到我们自己 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家人 我们周围的人 我记得美国有一个调查报告 他说如果一个人一个月 他不去教会 也不参加任何的教会的活动 网络聚会 有67% 67%的可能 他一年都不要再去教会了 如果一个家庭 父母固定参加教会 他们的孩子 大概有72%的人 会继续忠实地参加教会 但如果只有爸爸固定参加教会 只有55%的孩子 可以继续地参加教会 但如果只有妈妈固定参加教会 但只有15%的孩子 会持续地参加教会的活动 但如果父母都不定时参加教会 这个比例就降到了6% 所以你看 我们去教会 我们参加小组 也在教育我们的孩子 或者显示给那些 没有信主的家人 看我们的信息 这不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 这是一种信仰的宣告 我相信我们都要看到 家人得救信主 家人一心侍奉主 那么我们就更需要做出表率 做出榜样 不管别人怎么说 不管别人怎么想 不管别人怎么评论 我们知道神是美好的 我们知道神是值得颂赞的 我们要知道 神的名是应该高举荣耀的 阿妹吗 约续亚纪24章15节 说得非常好 15节说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这地 亚摩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弟兄姐妹们 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们的心里要有约束样 一样的心智 我们要和我们全家 侍奉耶和华 现在我们所经历的 乃是历史的时刻 九个月的疫情将要慢慢地过去 教会将要慢慢地恢复元气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今天我要呼召你 调整你的心 预备你的灵 回来教会 回来小组 参与重建神的殿 参与重建神的家 参与重建神的教会的团契 参与重建事工的服饰 我和我的全家 要侍奉耶和华 我们祷告 我们相信 用不多时 神会再一次 用祂圣灵和烈火 震动烈国 祂会供应我们 重建教会生活的一切需要 祂也会供应我们 个人生活的一切所需 祂的大能的手 也闭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用我们的手 我们的心 去建造和服侍神的殿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阿们 相信你就大声说阿们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上帝 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感谢祢 我们要感谢祢 在我失望和担忧的时候 赐下话语 也让我把话语今天 传递给弟兄姐妹们 你要再一次震动天地 你要再一次为你的名 聚集资源 再一次复兴你的家 复兴你的店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预备我们的心 回去教会 回去小组参加团庆的时候 带着期待 带着信心 带着能力 这真实的聚集 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也是你的心意 你的旨意 是蒙你喜悦的 求你帮助 求你带领 教会和小组 都是我们奉你的名 聚集的地方 都是神的店 神的家 我们求你 在我们真实聚集的时候 更加真实的彰显 你的同在和能力 我们相信 宣告 你的应许 这店 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 我们感谢你 我们要把荣耀 归给你 最后 我要祝福 所有观看 今天聚会的弟兄姐妹们 愿天父的慈爱 主耶稣的恩惠 和圣灵的感动 加上神 超然的平安和保守 无论他们现在在哪里 都与他们同在 我们这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一起说 阿们 主地吸了十万力量 你的旧恩使我盼望 虽然甘了书不晓离 也许葡萄书不结果 我仍赢着我的神欢心快乐 谢谢你参与我们的线上聚会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请游览我们的网站 lighthouseorg.sg 获取更多的详情 我们希望你得蒙祝福 我们下周再见 虽然甘了书不晓离 也许葡萄书不结果 我仍赞着我的神欢心快乐 我要赞美 无论的事或不得事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后 我心正定与你 每天赞美不停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大声欢呼 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主的心能使我力量 你的旧本使我盼望 虽然甘了书不晓离 也是葡萄书结果 我仍赢着我的神欢心快乐 我要赞美 无论的事或不得事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正定与你 每天赞美不停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大声欢呼 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我要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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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正定与你 每天赞美不停 我要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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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永远